比起看荒野大神的精彩表演 我更喜欢接地气的荒野独居 他没有剧本也没有摄影师 有的更多是意外和惊喜 生存挑战进行到了第25天 汤姆突然听到补鼠器被触发 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有只薯片 这意外惊喜让汤姆喜笑颜开 毕竟多了一个新的食物来源 完全可以借此进入决赛圈了 不过老鼠可能携带沙门士君 还是烤得外焦里嫩比较安全 一口咬下去鸡肉味嘎嘣脆 蛋白质是牛肉的好几十倍 而此时的艾伦却在忘机心探 如此美味的食物却无法猎杀 特别后悔当初没有带来弓箭 要不这些鸡毛怎敢如此嚣张 最后艾伦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决定造个捕鸟笼搞几只尝尝 小伙伴们赶紧点个赞 给艾伦加下劲吧 捕鸟笼最终的成品就这样子 就这潦草的手艺能够抓到鸡 那我就直接把它生吃了 米娜照例每天都来检查渔网 不出意外今天又是毛都没有 距离上次吃鱼已经过了七天 肚子里再也没有任何的油水 再搞不到吃的就只能是颓赛了 没有办法只能尝试抛干钓鱼 站在冷风中吹了半天 终于是有鱼儿咬钩了 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直接给米娜气出了姨妈痛 只能委屈地坐在河边抽气 今天是她儿子的生日 她能忍受饥饿寒冷和孤独 却无法忍受离开她的儿子 看着照片 思念更如潮水般涌动 她恨不得立刻飞到儿子身边 允许全手们携带家人的照片 本就是节目组设置好的陷阱 因为每期看照片退赛的太多了 而米娜为了能够每天看到儿子 还特意动手制作了一个相框 挂在了庇护所的显眼位置 时间来到了第26天 汤姆又开始了一天的锤钓工作 结果鱼还没有提上来就跑了 这让她在甩钩的同时 嘴里还骂骂咧咧个不停 这河里的鱼虽然很多 却也非常考验钓鱼技术 就这样 汤姆持续抛干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看到了久违的曙光 只是小伙子还是太年轻了 鱼儿还没拉出水面 就又脱钩了 看着倒嘴的蛋白质再次溜走 汤姆气得差点原地去世 艾伦的运气也没好到哪里去 给予厚望的捕鸟龙虽被处发 可惜里面连羹鸡毛也没有 瞬间有种退赛的冲动 直冲天灵开 她也已经好几天没碰蛋白质了 只能拿出了以前的储配粮 现在所有的人头在挨饿 就她还能吃饱了想老婆 可以想到家里的美娇娘 突然觉得 奖金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自己还在苦苦坚持的意义何在 而伊娃是所有选手中最惨的 除了开头捡到过一只鸭子 后面再也没有吃到过蛋白质 现在满脑子都是秘制烤鸡腿 一时没忍住 口水就从眼角飘了出来 为了能够满足自己的味蕾 她果断地掏出了卫星电话 要我说 这妹子绝对是借着生存的名义来减肥的 现在既然达到了想要的身材 就没有必要继续留下来挨饿了 等伊娃彻底地离开场地 所有选手都收到了节目组的短信 内容是 恭喜他们进入了四强 看到这条信息的艾利 嘴角不自觉地开始上扬 米娜更是激动地哭得稀里哗啦 就连打算退赛的艾伦 也感觉自己又行了 只是稳如老狗的汤姆 才看透了节目组的诡计 这是要让他们继续内耗下去 最后活活饿死在挑战场上啊 这条信息的诡计划 这条信息的诡计划 最后活饿死在诡计划